日熱的艷陽加上一望無盡的沙漠 就連一滴水都顯得物比珍貴 美國新創公司Source Global 卻可以在這樣的環境下 一年製造出150萬公升的飲用水 歡迎來到Source Water Farm 這些氷化碳機器 能夠產生高質素的飲用水 天天天天 無限制任何的資格 任何的力量 或任何的濃度 看起來像是太陽能板的水資源板 就是Source Global施展魔法的關鍵 Source Global打破以往製造潔淨水 是要消耗大量能源的印象 就算沒有電力 只要有陽光有空氣 就能有水源 透過太陽能驅動內部風扇 吸收進來的空氣 透過類似海綿的材質進行過濾 留下空氣當中的水氣之後 就能經過冷卻萃取 成為安全的飲用水 陽光充足的杜拜 成為Source Global最大的試驗場 靠著一千多片的水資源板 在一年只有25天下雨天的杜拜 能隨時為來到這裡的旅客 奉上一杯純淨又甘甜的飲用水 不只是毫無人煙的沙漠 連續幾年經歷乾旱噩夢的洛杉磯民眾 也是缺水缺倒怕 乾脆在屋頂撞上幾片的水資源板 疫情期間還意外派上用場 扭文家裡的屋頂上 一共四片的水資源板 一年可以製造相當於 一千六百多罐的瓶裝水水量 還可以透過手機只會進控 儘管不必插電 不需要支付額外的能源費用 但這樣一片水資源板 售價可不便宜 一片要價2000美元 不過至少可以使用15年 崇尚環保生活的民眾 還是願意買單 目前Source Global的水資源面板 已經在52個國家 展開450多個 製造乾淨水源的計畫 新創業者未來希望 把技術應用在各地學校 還有醫院 確保在任何情況下 病患還有學童 都能獲得最安全的飲用水 不過成本的問題 還有民眾的接受度 都有待刻薄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預估 到了2025年 全球有半數人口 要為用水而煩惱 強調零污染能自己自毒的 水源製造方式成為不可過缺的技術 Source Global 目前獲得知名的創投公司 黑石基金 還有比爾蓋茲旗下的突破 能源風險基金的青睞 募集超過1.5億的資金 準備為人類突破 缺水混淨 特別新聞 綜合報導